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主题演讲 我们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使用Kubernetes云元生技术加速机器人应用的开发 由我和我的合作演讲者胡春旭共同完成 首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居震,来自华为开源能力中心 是一名开源软件工程师和开源波导师 也比较早地开始关注和探索容器技术 在2014年,我和几个朋友合作翻译了 全球第一本关于Docker的技术书籍 我本人比较关注容器 DevOps也正在关注容器 云元生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结合 下面请胡春旭做自我介绍 Hello,大家好,我是机身社区国家創始人 也是ROS机身开发实践这本书的作者胡春旭 那我个人一直专注于机身操机统 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推广应用 也任教育多个高校 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相关教育平台 曾经得到过2019年ROS全球十大印象力人物 也得到过ROS步道师的容易称号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机身的发展历史 第一台机身正式应用是在1961年 此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工业机身厂家 大大提高了工厂中的自动化生产效率 解放劳动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工业机身几乎就代表了机身这样一个概念 那随着技术的进步跟需求的日益旺盛 机身逐渐走出了工厂 走向了我们的生活 脱离了原有结构化的这样一个工作场景 安全性成了机身所有功能的前提 由此诞生了协作机身的这样一个概念 主打人机协同 为一些人与机身必须要近距离接触场景 提供解决方案 比如说医疗物流等等 近十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机身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展 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多自由度接壁的形态 而是以轮式 足式 人形 复合等等多种形态来展现 各大互联网跟科技巨头也纷纷下场 机身进入到了全新的局面 时日今日 除了对速度 精度 负载等有更高的要求之外 智能化也逐渐成为了机身的重要一个指标 在这样一个横跨众多学科 包含多种多样软硬件的领域 如何设计并且实现一款智能机身 是对机身开发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一个重要的机身软件框架应运而生 那就是机器人操机统 2027年 为了实现一款个人服务机器人 斯坦福大学的一群年轻人设计了一个 可以联合所有人共同开发的软件框架 取名为Robot Operating System 简称为ROS 在Velo Garage公司的推动下 2010年 ROS将所有的源代码都开源了 此后被越来越多的开发者所使用 还产生了针对农业 工业 军事等多个领域的分支系统 2014年之后 ROS逐渐稳定 每两年会跟随乌邦图 去发布一个五年的长期支持版 随着ROS的快速的普及 之前设计之初的很多技术问题 逐渐暴露出来 比如说稳定性 实时性 安全性等 所以在2017年 ROS官方重新设计了一套 更适合所有机器人的ROS框架 取名为ROS2 此后也一直在积极的推进 已经发布了七个正式版 目前ROS已经广泛用于机器人开发领域 涉及到服务机器人 搬运机器人 空中或者水下机器人 美国NASA甚至基于ROS开发了一款宇航机器人 负责航空飞船外部天线跟雷达的维修工作 可以说ROS已经成为了机器人领域的普遍标准 大大提高了机器人领域的软件复用率 图中是ROS2的最新框架 左侧是用于X86为核心的处理器平台 右侧是用于MCU为核心的微控器平台 ROS2在架构中的重点是中间的Client Library跟Middleware Interface 其中的Middleware Interface解决的重点是通讯 ROS2选用了DDS作为其通讯的核心 为了兼容多个厂家的DDS 专门设计了通用接口 ROS Middleware Interface 上层的应用库都以此接口为平台来展开 Client Library提供了多种语言可调用的机身基础功能库 比如说数据传输 运动控制 日式管理 作用变换等等 用户在使用ROS2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更多精力集中在最上层应用开发了 通过来到框架 ROS2希望可以支持以下五个核心特性 总之都是为了更高效的开发跟管理机身软件 在传感器 人工智能 云计算 ROS等众多技术的发展中 机器人作为一个重要的技术载体 也得到了质的飞跃 在传统机身技术的开发中 我们更关注对机身运动学跟动力学的控制 以及传感器的信号的采集跟处理 通过一系列的动作编程 让机身重复完成工作 随着底层硬件跟技术的成熟 我们的关注点也逐渐上移 更多研究围绕着智能机身中的关键技术展开 比如利用多传感器融合的定位件图 基于深度学习的物体识别等等 相比动作编程 正逐渐演化成任务级编程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发送给机身他的任务目标 机身自主就可以完成任务的理解 分解跟执行 除了自身 机身也可以通过各种传感器 跟外部环境产生互动 随着越来越多智能机身应用场景的落地 在行业应用当中也不断有新的挑战出现 比如说第一点 智能化需要大量数据的积累跟算法的优化 那目前机身智能化程度还普遍偏低 比如让服务机身完成无序物体的分解 如何理解跟判断每一个物体的位置并不简单 机身跟机身之间 尤其不同形态之间 还很难自主的协作沟通 第二点 机身应用开发的效率偏低 机身系统当中的软件众多 虽然Rose社区里面有众多资源 但对于商业产品来讲 还需要更多成熟跟稳定的系统框架 以及应用模块 进一步的来减少重复造轮的过程 第三点 在互联网领域 软件测试体系是比较成熟的 但是在快速发展的机身领域 软件测试就并不完善 包括单元测试 稳定性测试 老化测试 国家或者企业标准测试等等 还需要更加系统化的测试标准跟平台 第四点 机身软件功能多 版本迭代快 一个好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目前并没有太多专门针对机身软件的设计 跟版本管理工具 第五点 大量机身应用功能落地 对未来运维也是巨大的挑战 比如说工厂上千台物流机身应用的下载 更新升级 或者未来部署到马路上面 上百万级别自动驾驶汽车的运维跟管理 如此大规模化应用 是以往机身领域从未面对过的场景 基于这样一些挑战 我们就更加需要一个完整的 针对机身系统的开发体系 目前云计算云原生技术在飞速发展 深刻的变革着软件的开发运维的形态 也对机身行业产生了新的启发 下面就请由我的合作演讲者 为大家来讲述我们对于云原生技术 在机身行业应用的一些思考 好的 谢谢春旭 那接下来由我给大家分享 我们在云原生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一些思考 我们知道软件的生命周期 可以简单的划分为开发运行以及运营运维 云原生机器人主要是利用 云原生的理念来使用机器人的开发 运行和运维等生命周期 来提高机器人的应用的开发效率 提高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并降低成本 具体说来 云原生机器人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来实现 首先在开发阶段 开发人员可以在云上基于标准的ROS环境 快速完成代码的开发和测试工作 而不必自行搭建开发环境 这样就解决了开发和部署环境碎片化的问题 同时开发者也可以在云上完成 AI模型的评估训练工作 通过自动化的流水线 把开发好的机器人应用 发布到仿真环境中进行验证 在仿真环境中 可以指定模型库仿真环境 进行机器人应用的仿真验证 还可以利用云原生弹性伸缩的优势 自动生成仿真环境 并同时开启多个仿真作业 并行地完成仿真验证 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仿真的效率 当结束了应用的开发和仿真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容器化的方式 在云上一键将机器人应用 部署到机器人实体上 无缝对接各种硬件 从而大大地减少了 软件包依赖适配的工作 在应用运行的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无缝对接云上的AI服务 使用云上的语音语意 知识图谱等服务 同时云上也可以对机器人进行编队管理 完成多机器人的全局控制和调度 在机器人应用的运行过程之中 机器人的运行日志 运行状态 电量等数据 都可以通过IoT技术上包到云上 云上对数据进行分析 预测性维护 还可以对数据进行持续的学习和知识共享 持续挖掘数据的价值 这样一来 云原生技术就会给机器人带来很多优势 首先是低成本 通过云编端协通的架构 云端提供高性能计算 低成本存储等资源 边侧提供实时处理及算力 而端侧则通过算力携带 将计算携带到边缘侧或者云侧 简化了机器人的系统设计 减轻了重量 并降低了机器人的硬件成本 其次是智能化 基于知识共享 持续学习等方式 通过IoT技术 打通边缘协通的数据通道 机器人数据可以快速接入 云上为机器人提供了强大的AI能力 实现数据分析 共享 诊断 以及远程运维 再在机器人测实现推理应用 第三是提高了开发效率 基于云上的海量算力和存储空间 云可以为机器人开发者提供开发 仿真 部署一站式的开发环境 有效地显化了开发流程 那么我们前面讲述了云原生机器人的理念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有哪些技术 可以用来支撑我们实现云原生机器人 首先从云原生机器人参考架构上来看 从下往上整个系统分为四层 第一个是机器人的本体层 本体可以分为物理机器人 或者通过仿真环境虚拟出来的仿真机器人 这层的能力通过ROS接口统一暴露给上层 也就是机器人的软件层 机器人上会跑很多软件 比如定位键图 路径规划 还有边缘色AI的应用 机器人可以直接通过DDS进行通信 软件全部按照ROS包管理规范进行打包 机器人应用的容器化 可以解决目前行业面临的许多问题 通过容器化来大大简化应用的包依赖 以及与硬件的配合工作 解决新旧系统兼容性 新旧系统迁移的难题 此外容器化也可以很好的解决 OTA需要各个机器人厂商 重复造轮子的问题 这里面可能会存在资源占用 对云原生化可行性的问题约束 目前大家都处在探索阶段 容器化后的机器人应用 在大规模部署时 容器的管理编排运维等生命周期的管理工作 如何来解决呢 这时候就需要Kubernetes这个容器编排系统来解决 Kubernetes基于Kubernetes实现 针对边缘计算场景 在跨边缘网络 边缘资源占用等管理方面进行了优化 可以很好的从云上集中管理边缘节点 也就是机器人上的应用 在应用层次 需要将计算卸达到云上 机器人经常工作在网络不好的环境下 机器人边缘协同应用 对实质性的要求比较高 对边缘系统AI来说比较困难 所以需要全分布式的P2P网络 将端边缘之间的网络打通 同时在弱网络条件下 依然能表现出测 这时候Zeno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云上还可以为机器人提供强大的AI训练 IoT数据分析诊断 Gazebo等大规模仿真验证 仿真训练等能力 还有边缘系统的能力 比如在大场景中地图分区的问题 目前机器人资源有限 地图缓存到云上很有必要 当机器人需要时 再从云上拉去相应的地图 接下来我们结合CruberEdge和ROS 这两个流行的开源技术 看一下基于CruberEdge实现的 边缘协同机器人架构 首先CruberEdge本身利用 Kubernetes对容器强大的调度和管理能力 在云测和边缘测都针对 边缘计算业务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 在云测除了常规的Kubernetes管理面 还增加了Cloud Core 用来与边缘测的节点进行通信 并调用Kubernetes API 而边缘测则是实现了EdgeCore 可以把EdgeCore简单地理解为 一个针对边缘场景优化的CruberEdge 除了优化 EdgeCore也针对边缘测的业务 拓展了能力 例如增加了Device Twin 用于设备状态在云端和边缘测的同步 以及Event Bus用来支持MQTT 等额外的协议 对于ROS的机器人场景 我们有一些新的考量 例如在云测 我们可以利用海量的云资源 灵活快速的调度计算存储AI等能力 进行云上的机器人仿真 AI模型训练以及定位箭图 而在边缘测的机器人上 则可以借助高性能的嵌入式设备 将机器人应用全部容器化 来解决令人头疼的 ROS软件环境依赖的问题 借助CruberEdge 可以让Kubernetes管理面 方便地对边缘测的机器人应用进行调度 同时这样的设计架构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和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例如在ROS2中 增加了针对计算力角落的 嵌入式设备的支持 专门设计了Micro-ROS框架 使用专门的通信协议 Micro-XRC-DDS 我们可以利用CruberEdge的EventBus接口 对这样特定的协议进行支持 此外 机器人上还有很多传感器 ROS只解决了这些传感器 数据传输的统一规范 但是这些传感器的连接方式各有不同 有的是通过硬件卡槽插入 有的是USB设备 还有的是网线 这要求我们在进行容器化时 要确保容器内的应用可以有效地访问这些资源 这就需要我们在设备挂载 网络通信等方面做出一些额外的配置 总体上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能够利用云原生技术 使用强大的云计算增强机器人的能力 快速灵活地对机器人应用进行部署 管理和运维 来解决我们之前提到的各种问题 下面我们使用一个实际案例来展示 如何使用CruberEdge部署一个机器人应用 在这个示例中 我们现在云上部署一套常规的Kubernetes集群 包括管理面和数据面 然后在云端部署CruberEdge的Cloud Core 再在机器人上部署Edge Core 并纳入远端的Cloud Core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套 边缘协同的机器人环境 当机器人作为一个边缘侧的工作节点 纳入Kubernetes集群后 我们将机器人注册为CruberEdge的Device 包括Device Model和Device Instance 这两种Kubernetes CRD 然后我们利用CruberCTL 将机器人的基础控制应用 和消息发送应用 部署到机器人上 实现对机器人的基本控制 机器人的基础控制应用 要访问机器人的各种硬件和传感器 而消息发布应用则是告诉前者 我需要怎么控制机器人 在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是通过ROS的消息机制 向基础控制应用发送一个 斜杠CMD Velocity的一个Topic 来实现对机器人的简单控制 在这个设例里面 我们使用Turtlebot 3机器人 这是一款在ROS社区非常流行的机器人 配置了一个树莓派开发版 具备一定的计算能力 可以运行Debian Linux系统 以及容器 在具体的部署过程中 我们还要解决一些具体的 在具体的部署过程中 我们还要解决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 在ROS2的技术架构中 使用DDS通信标准 DDS使用RTPS协议 也就是实时的PubSub协议 这个协议为了高效地发现 紫网内的设备 需要UDP MultiCast多拨技术 在常用的Kubernetes网络插件中 如Calico 暂时是无法支持UDP多拨的 目前可以用Mountas 或者Vive Network来作为网络插件 其中Mountas需要做一些额外的配置 而Vive Network则直接支持UDP多拨 在机器人测 我们也需要确保容器应用 能够正常访问机器人的设备和传感器 在TurlBot 3上 有一个专用的OpenCR硬件控制器 以及一个2D雷达 这些设备通过USB或者串口连接到树莓派上 值得要求我们在部署应用时 针对需要访问的设备进行挂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制好的视频来展示这个Demo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Demo 首先我们在云上已经部署好了一个基础的Kubernetes集群 CNI网络插件使用了Vive 现在我们有一个Master节点和两个Working节点 云上的Cloud Core也已经完成了部署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边缘色的环境 我们已经下载好KEADM程序 在部署之前 我们要修改一下树莓派的启动参数 开启Cgroup的支持 否则EdgeCore将无法启动 在这里需要注意 首先我们要打开bootformwareconfig.txt这个文件 在里面找到cmdline这个参数 我们看到该参数的值是nobtcmd.txt 因此我们要打开同目录下的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在第一行的最后加入这两个参数 CgroupEnable等于memory CgroupMemory等于1 这里需要注意 这两个参数必须添加在第一行 不能换行 否则启动之后参数无效 OK 配置完参数后 我们就可以重启树莓派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更新一下apt源 因为CrewBedge在初始化时 会尝试安装一些软件依赖 如果是全新的环境 或者apt源长期不更新 可能会导致这些依赖在安装的时候失败 好的apt源已经更新完毕 我们在云上使用keadm来获取token 然后在边缘侧使用刚生成的token加入集群 可以看到keadm在尝试安装moskit等软件 这也是我们刚才要更新apt源的原因 好keadm已经把边缘侧的环境配置好了 我们返回云上的环境 可以看到边缘侧的节点已经纳入到集群之中 并且配置了一些默认的角色agent 和edge 在version这一列可以看到 不同于其他节点的标准cubulet 边缘侧的节点是cubulet和版本号 说明边缘侧执行的是edge core 而不是标准的cubulet 下面我们还要在机体人的树莓派上 配置opencr硬件 这个是驱动机体人所必须的 我们首先配置好opencr所需的环境变量 包括设备的路径以及端口 然后使用官方的配置脚本进行配置即可 现在我们给边缘侧的节点配置一个标签 稍后用于部署应用时的节点亲和性 下面我们来注册cubulet的device 包括device model和device instance device model可以认为是边缘侧设备的定义 而device instance则是边缘设备的一个具体实例 两者都是cubulet的crd 我们用cubuletctl apply命令来创建这两个自定义资源 查看device可以看到我们注册的turtlebot3-1这个实例已经创建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要部署的应用 也就是机体人的基础控制程序 这里我们看到需要把devttyacm0这个设备挂载 让容器应用可以访问opencr硬件控制器 我们再来看一下launcher程序的dockerfile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在基础ROS镜像的基础上 安装tb3相关的ROS包 然后在启动的时候通过ROS2的launch机制 把基础控制所需要的所有资源都调度起来 现在我们部署launch应用 OK我们已经把launch调度起来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talker这个应用 talker相对简单 只需要向launch发送ROS topic即可 因此我们只需要一个基础ROS镜像 以及talker的代码就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talker的代码 这个代码的核心是启动了一个自定义的ROS Publisher Publisher在初始化时设定了一个计时器和相应的回调函数 每隔0.5秒执行一次 在回调函数中 判断计数器 前40次创建一个twist 给定一个向前的限速度0.04 之后限速度为0 因此最终的表现就是 机器人向前移动一小段时间 然后停止 下面我们来部署一下talker OK可以看到talker已经启动 我们来跟踪一下日志 发现talker每隔0.5秒就发送一次速度 之后速度降为0 可以看到机器人也随之停下来了 OK我们完成了简单的demo 展示了如何配置云和边缘色的kuber edge 边缘色机器人配置了一些注意事项 并且使用Kubernetes部署了两个简单的应用 实现了机器人的基础控制 在具体的场景中 我们还可以部署导航 定位键图等复杂应用 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展示了 另外我们所有对云原生技术 在机器人上的探索 都会发到kuber edge的robotics seg中 也欢迎大家加入这个兴趣小组 一起探讨云原生技术 在机器人领域中的应用 谢谢大家